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箔器 古象牙和海贝壳 碳十四测定为4800年前物品 但随着发掘的深入 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物品被发掘出来 面对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考古学家们不得不终止发掘 这正是震惊世界的三星堆 目前关于三星堆有十大未解之谜 若是这些谜团一旦全部被解开 或将颠覆历史 一 起源之谜 关于三星堆的郑硕 最近的舆论真是沉潇宣尚 有支持外星说的 文明高度发达 不留任何记载 风格特立独行 或许外星人才能这样 还有支持西来说的 因为三星堆的太阳轮 金拳杖 怪异的人物特征等 都与古埃及 苏美尔 甚至玛雅文明有相似之处 三星堆可能是这些文明的敌脉 这里我们就拿黄金拳杖来举个例子 黄金拳杖里面包裹的是木头 在时间的流逝下 里面的木头已经全部碳化了 只剩下了薄薄的金拳外皮 而它的厚度仅为0.2毫米 就算是现在 没有最先进的技术加持 都很难精准到0.2毫米 更不用说在4800年前了 更令人惊叹的是 在这薄薄的金拳上 竟然还刻着鱼鸟和人头 在0.2毫米的金拳上雕刻 稍不注意就会前功尽弃 技术难度非常之大 而且在中国权杖从来就不是权力的象征 只有古埃及西亚文明 才会使用权杖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难道不与秦赛通人烟的巴蜀之地 跨越山川江海 与古埃及和西亚文明产生的某种联系 2.消失之谜 三星堆文明如此灿烂 如此辉煌 前后延续长达1500年 为什么突然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三星堆人到底去了哪儿 专家推测 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应该是遭遇了重大变故 据此专家给出了四种推论 一.外族入侵被完全消灭 二.举国迁移远赴他乡 三.洪水肆虐淹没一切 四.内部斗争国力衰微 然而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不是随便掩埋的 而是有规律的埋入底下 且保存大体完整 那么外族入侵和洪水肆虐推论似乎就站不住脚 而如果是迁移或内斗的原因 那不可能不会留下一些传承的血脉 这似乎又是矛盾的 那么这些后裔去哪儿了 三.文字之谜 三星堆存在时间跨度非常大 约距今5000年至3200年 试问一个发展了近2000年的文明 怎么会不形成文字 而且三星堆与商朝是同时代 同发达的两大文明 商朝有甲骨文 但三星堆却没有文字 难道他们已经高度文明到了 可以靠心电感应来沟通了吗 前面说道 三星堆发现由于古埃及苏美尔 甚至玛雅文明像类似的文物 比如金面具金权杖 青铜太阳轮等 都带着一丝西方文化的气息 据此有专家推测 三星堆或许是当时世界的朝圣中心 各大州的朝圣者不远万里 前来朝拜祭祀 然后返回 所以没有留下文字证据 不过这也只是猜测而已 三星堆文明不留文字 究竟是他们本来就没有创造文字 还是说他们有意抹去了痕迹 仍是未解之谜 四象牙与贝壳之谜 古蜀之地位于内陆深处 但三星堆却出土有大量贝类制品 这些贝类都是哪里来的 而且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中的 大批量的象牙又该做和解释 对此专家分为土著与外来两支观点队伍 土著说认为 川属地区原本是有大象的 只是后来灭绝了 但疑点是为什么没有出土过类似的象化石 外来说认为 这些象牙和贝壳来运印度 孟加拉国等地属于对外贸易的结果 不过这些都没有找到证据来证实 五 青铜人面鸟身像 青铜人面鸟身像的做工精美 栩栩如生 而它的支甲更是精致如微 建造青铜像的程序非常复杂 需要先做模型 然后用融化的铜水一点点的浇筑 但是铜水凝固的时间非常短 它的流速根本跟不上凝固的时间 这就会导致铜水还没留到支甲的位置 就已经凝固了 所以这么精致的支甲是如何完成的呢 专家们反复试验 试图还原这种浇筑过程 但最后都失败了 就在大家以为这是无法做到的事情的时候 专家发现古人居然在普通的铜水里面加入了磷 有了磷元素的助推 瘤素就大大加快了 那么能完成支甲的胶筑的问题也就有了解释 但新问题又来了 磷元素是公元1669年德国科学家发现的 那么在4800年前的人 又是如何发现了这种物质 知道了它的性能 并且还能巧妙地运用到了青铜器的制作中去了呢 而且活性极高 不能暴露在空气中的磷元素 又是怎样提炼以及保存的呢 6.青铜丽人像 它高2.62米 造型独特 手大的离谱 但是腰身却纤细的不像人的比例 浓眉大眼 耳朵大如朝风 头上还戴着高筒的莲花罐 双手更是夸张地握成了环形 在一般考古出土的古代人的尸骨身高 都在1.6米左右 但是这个青铜丽人足足有2.62米 这是不是也从侧面印证了 可能在远古时期人的身高是很高的 而且它刚出土的时候 并不像大家看到的这样完整 它残破不堪 不仅拦腰截断 而且背上还有砸过的痕迹 就连底座都被砸扁了 青铜丽人像是先被砸断 然后再被火烧 最后再被掩埋 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7.显眼的阴沟鼻 不管是纵目面具 还是大利人像 三星堆青铜人物的形象很有特点 那就是高鼻深目 眼睛邪术 全面突出 阔嘴大耳 且造型极为夸张 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形象的确与东方人迥异 而与西方人特征相似 比如这件戴黄金面具的青铜人面 就与古埃及壁画上的女人有些相似 当然也有人指出 这其实就是古遗族人的特征 但只是猜测 并无实际证据 8.金沙石像 在古主文明中 还留存着一种颇具特色的石像 即金沙石像 现如今考古人员总共发现了12座金沙石像 这些石像的造型大同小异 都是一个跪在地上 且手脚被绑附的男子 这些石像赤身裸体 身上除绳子外 不着寸铝 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像之前 在石像附近出土了一些石壁石虎 从发掘地点来看 不论是石像还是石壁石虎 它们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 这一切迹象说明 它们是特殊的祭祀用品 但像金沙石像这种赤裸的石像 考古界还是第一次发现 这些人代表的是什么 是殉葬的奴隶 还是货罪的贵族呢 金沙石像又会被应用于 怎样的祭祀仪式呢 9.青铜大头鸟 在三星堆出土的器具中 还有很多关于鸟的 最大的青铜大鸟头 高40.3厘米 在出土的器物中 鸟形器和鸟文式 占据了绝大多数 此外 在三星堆还出土了 不止一件青铜神术 最大的那个一号神术 有九个枝头 分为三层 每个枝头上还占有一只飞鸟 其他青铜神术的造型 也跟它大同小异 那古蜀人 为什么会这样崇拜鸟呢 有些人就说 巴人可能就是古蜀先民 它们都是鸟人的后代 巧合的是 在古埃及的文化中 对鸟也是情有独钟 三星堆在中国西部发现 和古埃及文明 中间隔着喜马拉雅山脉 青藏高原 印度大沙漠和伊朗高原 这两种文明 怎么会在古代有所交集呢 10.造物之谜 三星堆出土了众多精美的玉器和铜器 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几千年前 三星堆地区能工巧匠的手艺 但青铜野柱技术 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有人认为 这是属地独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有人认为 这是受周边邻国 尤其是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有人认为 三星堆青铜器颇受西亚 近东南亚等地的外来因素影响 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 工匠们使用了何种工具和器物 对玉器和铜器进行加工 还是未解之谜 以上笼罩在三星堆之上的这些谜团 似乎都在指向一个 不应该存在于四千年前的超文明 这些看起来像是外星人杰作的遗迹 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而历经几十年函数 三星堆不过挖掘了千分之二 那么究竟何时才能完成解密呢 这无疑又是一个无解的谜题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就点个赞吧